老师,谢谢曹院长的介绍,也谢谢陈老师邀请,谢谢月秀外国权的邀请 有点紧张,因为是在李大咖后面,李德凤教授后面做这个报告压力很大 但是在压力再大也要讲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 不能拿我可以算科保教授 感谢 当代中国外交话语传播研究问题与展望 这个是我最近的一个思考 因为最近我是在做本人的课题研究 就是中国特色大外交的话语构建、翻译、传播研究 最近一直在看相关的文献 想了解当代外交话语 它的传播研究究竟做得怎么样 那么实话实说 我做了一些文献调研 不做不知道 一做吓一跳 应该说呢 当代中国外交话语传播研究啊 虽然引起了关注 但是整个研究的现状令人堪忧 那么实际上呢 现在目前关于当代中国外交话语的研究呢 它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 一个是构建 而构建的都是笼统而谈 同称为外交话语 其实外交话语啊 它的种类特别多形式也特别多 第二个呢 大家也集中于翻译研究 而且集中于一些词、术语的翻译研究 但实际上是关于传播研究呢 就做得并不好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对当代中国外交话语传播的主体、原子、形式、方法和效果等方面的认识比较肤浅 所以我今天的报告将在三分钟内讲完 终点是讲未来就是中国外交话语传播研究可以开展哪些领域的课题研究 那说到这呢 我们首先要理解什么是外交话语 我们要理解什么是外交话语 外交话语呢 是属于机构中的政治话语 是外交主体会表达自己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 处理并协调国际关系 解决国际争端所使用的语言以及话语行为 所以呢外交话语可以有两个理解 一个就是语言本身 语言应用本身 第二要理解为它是一种活动 一种话语的行为 它主要包括哪些呢 就是关于外交理念 外交政策的国家正式文件 领导人讲话 国家界条约协议公报声明和宣言 外交谈判 新闻发布会或记者招待会 那么从不同角度呢 外交话语它有不同的分类 首先从形式上看呢 外交话语有物质形式的外交话语 和符号形式的外交话语 那物质形式的外交话语 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外交实践 一种外交工作 那么外交物质形式的外交话语 包括外交访问 外交交涉 国际调处 外交谈判以及双边和多边论坛等话语行为 它就是一种实验 那么应该说呢 和很多的工作相比啊 外交工作离不开话语 甚至外交工作的很多部分 很大部分就是话语 那么符号形式的外交话语呢 它又包括书面外交话语 口头外交话语和多模特外交话语 书面外交话语是包括条约 公约 协定 议定书 联合公报和外交召会 口头外交话语是涵盖 领导人对外讲话 记者招待会 双边和多边论坛 从领域上看 外交话语可以分为 经济外交话语 科技外交话语 军事外交话语 文化外交话语 和体育外交话语 那么这个经济 科技 军事 文化 体育呢 我们主要是 这个外交话语所涉及到 它的内容 它的领域是哪方面 从主题角度分析呢 外交话语可以分为 环境外交话语 和外交话语 环境外交话语是指 围绕国际环境问题 所开展的外交话语行为 及其话语 包括联合国气候大会 联合国海洋会 和联合国海洋公约 和外交话语呢 主要是关于国际核能应用 与合作的外交话语行为 及其相关文件 包括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核材料失之保护公约等等 那么我们已经讲了就是中国外交话语 它的界定和它的分类 那么当代中国外交话语传播研究 存在哪些问题 因为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就是传播 对吧 那么所以我是结合当代中国外交话语传播研究 存在的问题来谈 首先应该说呢 目前中国外交话语 不光是中国外交话语 整个中国特色话语 传播效果的研究就不够深 也不够系统 应该说呢 目前关于当代中国外交话语 传播效果的研究成果不多见 只有少数关于当代中国外交 核心术语的传播效果研究 对吧 而且大多数集中于领导人讲话 集中于一些概念 集中于新闻发布会 那么对于外交话语的其他形式 包括一些条约 一些白皮书 对吧 外交白皮书 包括军事国防白皮书 包括一些公约等等 那么这些外交话语的影响力 它相关研究几乎没有 实时上呢 关于当代中国外交话语的传播效果研究 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 首先从形式角度 对吧 实际上呢 我们可以研究不同形式外交话语的传播 就这个我刚才已经讲到这个问题 对吧 还有外交话语传播效果的历史演变研究 这个呢 也值得我们关注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关于传播 我们整天谈中国文化组织 我们整天谈传播 但是这种传播的效果怎样 我们不倒置 目前这方面学界做的研究不多 当然近几年呢 有一些学者呢 采用文本数据挖掘的方法 来研究那些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话语 在国外的传播 比如儒家道家等等 对吧 那么这个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是关于中国外交话语传播效果的历史演变研究比较少 对吧 其实自我们实际上 19世纪中国外交话语 20世纪中国外交话语 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们的外交话语 它传播的效果怎样呢 对吧 另外呢 我们做当代中国外交话语传播研究 我们不再要关注新闻媒体中的传播效果 我们还应该关注社会媒体中的传播效果 和学术文献中的传播效果 昨天呢 我和我们研究院的一个特聘教授 外籍专家Gvan 他是来自于英国 那么就谈到 他就很好奇 他说为什么中国学者不大愿意做 社会媒体 是社会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 我这个讲错了 对不起 应该改为社交媒体的研究不多呢 这个应该说呢 社交媒体是在西方学术界 那么在话语研究领域很受关注 但是在我国呢 社交媒体这方面的传播效果的研究比较少 第三个呢 我们要了解 当中国外交化的传播效果 也应该将国际英语学术文献 国际学术文献做我们的研究对象 那么我的一个博士生呢 他最近拿到了一个国家 青年国家社科青年课题 那么他们是专门研究中华思想 就中国传统文化 这种传统思想文化 这种核心树立 在美国学术文献中传播 那么根据这个我们也可以推断呢 当中国外交化语要研究它的传播效果 我们完全可以从学术文献 当中去了解去发现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现有的中国外交化语研究呢 很少对外交化语传播的受众开展研究 现在目前应该是这样讲 外交化语的传播啊 往往过分强调以我为主 很少从受众角度分析 外交化语的传播 那么应该是这样 与其他化语相比啊 外交化语呢 它余生俱来 具有一种对外传播的特征 如果不对国际传播 那就不叫外交化语 既然是叫外交化语 那必然是面向国外进行传播 但是非常遗憾 就是我们在谈传播的时候 尤其是谈外交化语传播的时候 我们对于受众啊 它的一些受众所在的国家 它的一些社会文化传统 它的历史语境 我们很少了解 我们也很少分析 不同国家的社会文化传统 和历史语境 对于外交化语传播效果的影响 我们更没有从 双民关系角度 去分析外交化语传播 一般来说呢 外交化语的传播 它效果好坏啊 要受注于以下几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呢 就受众的认知心理和文化心理 对吧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受众所在国家的 这种社会文化传统和历史语境 第三个呢 这个双民关系 一般来说呢 如果我们一个外交化语 在其他国家传播的效果好 就要看我们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呢 现有的不光是关于外交化语 就是关于整个的中国话语的传播研究 我们没有都受众开战研究 那么大家也知道 就是国家也很重视 现在有强调培养国际传播人才 但是国际传播人才 那么你从什么角度去切入呢 对吧 你千万千万不要总是从自我角度去切入 对吧 你要让人家接受我们的话语 你必须要对受众 开展研究 第三 传播主体事与下的当代中国外交化语研究 有待开展 我看了很多的文件 就是现在不光是当代中国外交化语 就是我们中国特色的话语 我们过多的强调了 话语对外传播的主体是政府 我们都想当然的认为 我们中国外交化语传播的主体就是政府 我们由于考虑到它主体是政府 所以我们没有对当代中国外交化语的传播主体 进行研究 事实上呢 话语对外传播的主体啊 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个人企业社会团体或其他非政府组织 我认为这些主体在推进当代中国外交化语方面 有着各自的优势 对吧 政府呢 它作为对外传播主体的权威啊 肯定很高 公信力很强 但是呢 跟老百姓之间的距离啊 跟传播受众距离呢 似乎要远 所以不太容易 这个话呢 也不能绝对 就是说 就是他可以获得国外受众信任 但是呢 你大家也知道的 对吧 所以呢 相比于那种学者 相比于老百姓 就是说 比较平等百姓的 就是他讲的话呢 他跟普通受众之间 他是有距离的 对吧 那么个人的权威啊 当然不及政府企业 社会团体和其他的非政府组织 但是容易受到国外受众的信任 企业社会团体和其他非政府组织 在权威性方面呢 逊色于政府 但是强于个人 那么应该说呢 我国外交话语对外传播啊 长期以来有政府主导和实施 有政府作为唯一的传播主体 很少发挥其他主体的作用 结果导致呢 我国当代外交话语啊 对外传播的政府色彩非常显著 这不太容易为国外受众所接受 国外受众的覆盖面呢 也不够广泛 对吧 所以我认为啊 要真正的 要推进当代中国外交话语研究 就应该加强 不同的传播主体的属性和作用的研究 我们应该是有机结合 不同主体的优势 对吧 共同发 就是说 多方面发挥不同主体 在传播当代中国外交话语方面的作用 第四 当代中国外交话语传播策略研究 没有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 那么当代中国外交话语传播策略 就涉及到如何作用成效的传播 当代中国外交话语 该理念研究 对推动当代中国外交话语对外传播 提升中国外交话语的国际影响力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是目前 关于当代中国外交话语传播策略的研究 还不多 关于该理念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都差强人意 对吧 那么呢 我呢 当时也写了一篇论文 专门是讨论 当代中国外交话语传播 它的一些策略 我提出呢 当代中国外交话语传播的策略 应该是包括柔性传播 多主体传播 和立体式传播 那所谓的柔性传播 是指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除了 当然 我们应该根据 外交话语的不同功能 实际上 就是说 外交话语 它是有不同的形式 不同的种类 我们应该根据 不同种类 外交话语的功能和属性 来采取 相应的一些策略 对吧 那么 所谓的柔性传播呢 就是说 当代中国外交话语 体系的构建 传播 应该尽量找到那些 与人类共同价值观 接近 就尽量 我们的描述 我们的价值观 就是可以找到 与人类共同价值观的 这种契合点 对吧 找到这个契合点之后 我们立足于 与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契合点 来进行传播 往往会引起这种民众 国外受众的共鸣 对吧 所以这个方面呢 我们要加大力度 来做这方面工作 实际上 当代中国外交话 有一个重要的概念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认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其实它就切合了 人类的共同价值观 都是想奔向美好社会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对吧 这些都是 我们大家都推崇的 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观 而事实上 我们也发现 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传播的效果 还是非常不错的 它之所以不错 就是因为找到了 与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契合点 其实有段时间 我们我记不清 应该是2020年 西方版纳的大象 对吧 西方版纳的大象 集体出走 集体迁徙 对吧 那为了保护这些大象呢 我们没有驱赶大象 反而给大象经过的道路上 摆上一些食物 对吧 那么这个报道呢 后来 英国的BBC 美国的一些电视团 包括日本的一些知名的媒体 都参与了 这个事件的一种报道 对中国在环保政策方面 环保所采取的一些政策 就是赞不绝口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就是说找到与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契合点 进进传播 效果会比较好 那么多主体传播呢 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 我们不仅要靠政府来推动 当代中国外交话语 我们还应该发挥企业个人的作用 还有立体式传播是指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应该采取不同形式 不同方式的传播策略 所谓不同形式 刚才讲的外交话语的形式 它有物质形式 它也有这种符号形式 每当一个话语核心概念 一个外交话语的核心概念 采取了立体式传播 它的效果就很好 比如我国当代中国外交话语的 核心概念之一是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传播的效果是相当不错的 那么一带一路传播效果之所以不错 主要得益于我们采用的立体式传播 一方面我们就是说通过一些文本的形式 通过一些语言的形式 通过一些符号的形式来传播 这个一带一路的这种政策 对吧一带一路这个理念 但另一方面呢 我们不仅仅是通过这种符号形式 我们还通过召开这种会议 对吧召开这种会议 召开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我们通过习近平总书记 在不同场合下都讲解释 我国的一带一路政策 我们还实施一带一路的一些基础设施项 对吧设立相关的机构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 所以这个就是采取的立体式传播策略 但是除了这些传播策略 我们还有哪些传播策略呢 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 对吧 就是说这个呢 我们想的就是说要考虑一下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还有其他的一些策略 我们怎么去传播 所以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去看到 那么介于刚才讲的 当代中国外交话语传播研究所存在的问题 所以我这里展望一下 未来当代中国外交话语传播研究的一些主要的个体 首先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开展 当代中国外交话语的传播原则和机制研究 原则实际上就是我们进行当代中国外交话语传播的指导方针 一个总的一个引路总的理论依据 对吧 那么这个领域研究呢 主要是依据批评话语分析 传播学和外交学的相关理论 结合国际话语群的相关理论 探讨这个外交话语的传播原则 当代中国外交话语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 它的传播原则和机制 对吧 那究竟怎么去传播 所以这个领域呢 它回答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 也就是当代中国外交话语 它的传播是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导向 还是以传播效果为导向 对吧 第二个 如何既顶天有立地 既存意有求同 顶天呢 就是要体现国家发展战略 立地呢 是指话语因解极器 从历史和事实出发 反映普通民众的诉求 诚意呢 就是要承认 对吧 中国特色大外交话语 和其他国家文化之间的差异 求同呢 是找到共通性 对吧 另外这个理念还应该分析 我们 就是说 当代中国外交话语 传播的主体是哪些 怎样建立 多主体 联动机制 那么有一位学者实际上也是上外新闻传播学院的学者 吴英呢 他呢 就是对于 就是当代中国外交话语传播的一些原则 做了一些分析 但是这个原则呢 他主要是和中英的 这个话语的 这种策略和机制的不同 对吧 讨论了一些相关的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传播原则和机制 就是这个话语应该增与什么样一种原则和传播 你是以国家的意志为转移 还是应该接地气 所以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第二呢 当代中国外交话语的表述方式 对吧 一般来说呢 一个国家的外交话语 要在国际上进行有效传播 并获取国际话语权 除了国家实力和国家意识形态 或语言文化传统因素之外 外交话语的表达方式 如话语策略的应用 话语的逻辑性和说服力 也直接影响外交话语的传播效益 那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加强话语体系建设 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 新概念新范图新表述 明确了完善话语传播方式的着力点 这也是关乎我国外交政策 和外交理念 能否为国际社会并接受的重大课题 所以应该说呢 我们要研究 当代中国外交话语的表述方式 我们肯要依据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建构融通中外的 新概念新范图新表述 那么这个应该是作用我们 就是说当代中国外交话 表述方式研究的一个指导员组 那么 你建立一下 还有两分钟左右 好我快了 就是说 这个领域研究呢 将通过与一些国家 一些传播方式进行类别 从传播效果和国际话语权等视角 深入研究中国特色大外交话语的传播机制 夺利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图新表示 的外交话语的具体路径方法 对吧 那么一般来说 当代中国外交话语的表述方式呢 它有哪几种的 有学术话语 政治话语 民间话语 有理性话语 有感性话语 根据相关的一些理论依据 我们就应该去分析 怎样 就是对不同形式的外交话语 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表述方式 第四 当代中国外交话语的传播受众研究 这个呢 我刚才已经讲了 目前这个领域研究做的不好 对吧 应该说呢 到目前为止 学界尚未对于传播对象国及其民众开展深入研究 那么这个领域研究 可以选择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政治话语 和领导人讲话 作为研究对象 重点分析 中国特色外交话语的主要传播对象 对吧 包括它的思维方式 文化心理 意识形态 探讨如何根据受众差异 调整外交话语的翻译传播策略 对吧 那么这里呢 有一些学者呢 他也对这个国外啊 就是传播受众 做了一些研究 那么这方面有一些比较成果 但是呢 还不够深入 不够系统 第五个领域呢 是当在中国外交话语 数以一名 在国外的传播 也接受研究 这个领域研究 主要是涉及到 当在中国外交话语 传播的一种效果研究 那么关于 当在中国外交话语 数以一名 在国外的传播接受研究呢 它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 第一这些数以一名 在普通民众中的传播 接受研究 第二个呢 涉及到在新闻媒体 在国外政府 国际组织的外交话语 传播接受研究 那么一般来说 这个方法呢 可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 这个中国外问局啊 采用了这个方法 也做了很有意义的研究 也很有价值 对吧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采用 语料库的方法 对吧 也可以采用 数字人文的方法 我们可以分析 当代中国外交数以一名 在国外 在媒体 在社交媒体 在新闻媒体 在学术文献中的传播情况 所以我的团队呢 正在利用 语料库技术 和数据挖掘技术 就开展 当代中国外交数 核心概念 在国外的传播的情况 我们马上要推出一个 中外外交话语 语料库平台 收入了大概 六千多万的 那中外二十六个国家 至少是二十六个吧 我讲错了 应该是十八个 对 十八个国家 以及 欧盟 非盟 和联合国的外交话语 那这个平台 就是希望 用语料库技术 来分析 中国外交话语的 在国外的传播情况 对吧 那么本人也做了一些研究 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就不再意义扩充 对吧 另外呢 我们还应该 做一个研究 就当中国外交话语的 翻译传播机制研究 对吧 那么 应该说呢 我们现在在翻译话语的时候 我们很少讨论 话语的传播问题 往往过分强着 话语的民族性问题 其实呢 这个现象也可以在目前 当中国外交话语 传播研究的文献很少 从这一点呢 就可以看到 一清二楚 另外一方面呢 当中国外交话语的翻译研究 没有和传播研究有机结合起来 学家很少从传播角度 分析话语的分析 也很少分析 就是说翻译 在外交话语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另外呢 还有必要呢 就是话语翻译 因为话语传播 是一个彼此联系紧密的整体 所以我是强调 应该建构 中国就是外交话语的 翻译传播的联动机制 第六 多摩台事与下的 当代中国外交话语传播研究 多摩台事与下 当代中国外交话语传播 就只在利用收入 不同主题 不同语域 不同秀丝功能的世界文本 比进行标注的 多摩台语疗库 对外交多摩台语疗库 对当代中国外交话 世界文本的世界语法 世界修辞的属性 等等开展研究 这样我们可以分析 就是从多摩台事与下分析 当代中国外交话语的 这个传播效果 目前从多摩台角度 研究中国外交话语传播的 文章很少 对吧 具体怎么做呢 因为时间观在讲 第七 最后一句 数字人文事业上 当代中国外交话语的 传播研究 因为就是说 之所以我们 我再讲一点 就是说 当代中国外交话语 传播研究 目前之所以不行 之所以不是很令人满意 主要原因在于 缺乏相应的技术支撑 如果我们是采用 数字人文的方法 凭借语料库 或数据库的应用 来对当代中国外交话 传播与接触区域 进行分析 我们有望取得重要的一些成果 好 最后呢 总结一下 与话语研究 其他领域相比啊 话语传播研究 总体上较为落后 同样 当代中国外交话语传播研究的线道 不容乐观 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所以未来 以加弹力度 深入开展 当代中国外交话语研究 尤其是当代中国外交话语传播的 受众与效果研究 以及多么的事与上 当代中国外交话语的传播研究 积极推进 数字人文技术 在当代中国外交话语传播研究的应用 以上是我的 简要汇报 有很多谬之处 进行大家批评指正 谢谢主持人